说月全传 第三十九回 继帅骑奸臣带处 挑滑车 永世遭殃 却说王贵领令下山 安详 这个差事有点难啊 那藩营中有猪也不肯迈于我 若是去抢 他六七十万人马 哪里晓得他的猪藏在哪 不要管他 我只捉个藩兵上去 全当个猪绞令 看是如何 想定了主意 一马来到了营前 也不言语 两手摇刀冲进了营中 那小藩出其不意 被他一手捞翻一个 夹在腰间 拍马出营 上了荷叶岭来 恰好遇着牛高下山 看见王贵捉了一个藩兵回来 牛高暗想 嘿 原来藩兵当的猪的 难道就当不得羊 且不要被他抢了头功 带我割去他的猪头 于是拔剑在手 迎上来道 王哥 你来得快呀 诶 正是 两个书画之间 两马恰是交接而过 牛高轻轻把剑在 小藩脖子上一割 头已落地 王贵还不得知 来到了山上 诸葛音见了便道 诶 王兄 为何拿着没头人来做什么 王贵回头一看到 哎呀 这个头被牛高割去了 就将尸首一丢 回马赴下山了 行之半路只见 牛高也捉了一个小藩来了 那牛高看见了王贵 就勒住了马 闪在旁边 叫声 诶 王哥请便 王贵道 世上没有你这样狠心的人 你嫌要立功 怎么把我拿的人割了头去 牛高道 诶 原是小弟不是 王哥 把这一功 嘿嘿 让了我吧 王贵拍马进去 牛高来到了大营前 叫嘉嘉 把这羊绑了 牛高进账禀道 封令拿得一枪羊脚令 元帅吩咐将羊收了 牛高道 这样是会说话的 元帅道 不必多言 牛高暗暗好笑 出营去了 再说王贵 复制藩营叫道 再拿一口出来 抡刀冲进营去 小藩围江上来厮杀 王贵勾开兵器 又捞了一个 张罕文豹 拿了刘金棍圣马 终将赶来 王贵已上了河叶岭去了 哪里追得着 王贵到了大营门口 将藩兵绑了 进账来见元帅道 末将奉令 拿得一株 在此交令 元帅叫张宝收了株 上了二人的宫了 第二天 元帅请圣驾置营 祭齐 众大臣一起保驾 离了玉须宫 来上大营 元帅跪接进营 将小藩杀了 当作猪羊 祭齐一臂 元帅奏 请圣驾明日上台 观看陈与雾竹交战 请王元帅报功 李太师上功劳部 天子准奏 众大臣 保驾回玉须宫 再说 雾竹在营中 对军师道 岳飞叫人下山 拿我营中兵去 当作府里来祭齐 可恨 可恼 我如今也差人去拿他两个南蛮来祭齐 方谢我恨 军师道 不可 若是能到他山上去拿的人来 这座山就已抢了 请郎主免将辞职吧 屋主想道 军师此言甚是有理 这山如何上去的 我想张帮昌王夺两人 要的何用 不如将他当作府里吧 于是传令将二人拿下 一面准备诸阳祭礼 邀请各位王兄王弟 同了军师 参谋 左右丞相 大小元帅 众平章等 一同计齐 将张王二人杀了 请众人同吃历势酒 他二人当初在五场 对天立誓道 如若欺君 日后在藩邦 变作猪羊 不亦今日有此果报 那屋主寄过了旗 正同重将 在牛皮帐中吃酒 小藩来报道 元帅哈铁龙 送铁花车制营 屋主遂传令 叫他带领本部的军兵 在西南方上埋伏 哈元帅得令而去 第二天 屋主自引大队人马 来到了山前诺战 岳元帅调拨各将 谨守要路 多设雷幕炮石 张魁专管战阵儿郎 郑怀丹管明金士卒 高宠长着三军司令的大旗 自己坐马提枪 只带马前张宝 马后王衡两个下山 来与屋主交兵 只见金阵内骑门开处 雾竹出马 叫声 岳飞 如今天下山东 山西 湖广 江西 皆属某家所管 而君臣兵 布满十余万 今被某家困在此山 量而粮草不足 如府中之鱼 何不将康王献出 归顺某家 不是封王之位 你 意下如何 岳元帅大喝道 吴竹 你不识人伦 四天子于沙漠 追吴竹于湖广 本帅兵虽少而降用 若不杀尽而等 是不回事 大吼一声 走马上前 举枪便刺 吴竹大怒 提起金阙福 大战了有数十个回合 那四面八方的藩兵 呐喊连天 巨来抢牛头山 当有众将各路 敌入岳元帅 纪念有康王在山 恐惊了架 勾开斧 虚晃一枪 转马回山去了 那张奎见元帅回山 即使明金收军 不到那高崇想到 元帅与雾竹交战 没有几个回合 为何就回山 必是这个雾竹武艺高强 带我去试试 看是如何 便对张奎道 张哥 带我把这棋掌一掌 张奎拿棋在手 高崇上马抡枪 往旁边下山来 乌竹正冲上山来 劈头撞见 高崇劈面一枪 乌竹台副招架 谁是枪中 招架不住 把头一低 被高崇把枪一拎 发断关坠 吓得乌竹是魂不附体 回马就走 高崇大喝一声 随后赶来 撞进了藩营 这一杆碗口粗的枪 带挑带打 那些藩兵藩将 人亡马倒 死者不计其数 那高崇杀得高兴 进东营出西营 如入无人之境 只杀的藩兵是 叫苦连天 悲声阵地 侃侃儿杀到了下午 一马冲出了藩营 正要回山 望见了西南角上 有座藩营 高崇想道 此处必是屯粮之所 常言道 粮乃兵家之性命 我不如就便去放马火 烧他娘个干净 绝了他的命根 岂不为美 便拍马轮枪 来到了藩营 挺着枪冲将进去 小藩慌忙抱之哈元帅 哈铁龙吩咐快 把铁滑车推出 中藩兵得令 一片声响 把铁滑车推了出来 高崇见了说道 这是什么东西 就把枪一挑 将一辆铁滑车挑过头去 后边接连着推了 高崇一连挑了十一辆 到了十二辆 高筒又是一枪 谁知坐下那一匹马 筋疲力尽 口吐鲜血 蹲降下来 把高崇掀翻在地 早被铁滑车 碾得西扁了 后人有时调制约 卫国捐区副战场 担心可并日争光 滑车未破 身先丧 可惜将军 马不良 却说哈铁龙拿了尸首来见乌珠道 这个难瞒 连挑十一辆铁滑车 真是楚霸王重生 好生厉害 乌珠吩咐哈元帅 再去整备铁滑车 叫小藩在营门口立高杆 将高崇尸首吊起 此时 岳飞正同重将在山前 打听高崇的下落 呼见藩营门首 吊起一个尸首来 牛高远远地望见叫声 哎呀 不好了 就拍马冲下山去 那越野此时也不能禁止 忙令张力张用张宝王衡 四人飞步下山 再命何元庆于化龙 董仙张献速去就应 终将得令一起下山 且说牛高一马跑到了营前 由小藩上来挡路 却被他拔捡一扫一挥 把那些小藩好像稀果般的滚去 直指高杆前 拔出剑来之一剑 将绳割断 那尸首坠下地来 牛高抱住一看 大叫一声 翻身跌落马下 那些藩兵见了 正在上前去捉拿 却得张献等四员马将 张力等四员部将一起赶来 杀退了藩兵 张力张用前后护着 王衡扶牛高上了马 张宝将高崇的尸首 拖在了背上转身就走 又有几个平常小的了 领着藩兵追来 被何元庆 鱼化龙二人回马 大杀一阵 锤打枪条 伤了许多的人马 藩兵不敢追赶 众将一起上了牛头山 那雾竹得报 令人马飞风赶来 这里已经上山了 雾竹只得回马转去 自想道 这些男蛮有这等大胆 又果然义气 反伤了某家两员大将 杀了许多的兵族 只得叫小藩收拾杀伤尸首 谨守迎门 再说众将将牛高救得上山 牛高大哭不止 连晕了几次 人人落泪 个个伤心 高宗传下圣旨 高将军为国身亡 将阵衣冠包裹尸首 全埋在此 等太平时送回安葬 岳元帅又命汤槐 住在牛高帐中 早晚劝他不要过于苦楚 汤槐灵灵 自此就在牛高帐中同住 却说雾竹一天 在帐中呆坐思想 忽然把案一拍叫声 好厉害 军师盲问道 郎主 有何是厉害 某家在这里 前日被高宠一枪 险些葬的性命 有本事连挑我十一辆铁花车 岂不厉害 忍得厉害 也不做了个贬人 趁今有一计捉拿越南蛮 不知郎主要活的 还是死的 乌竹听了此言 不觉心中不然起来 脸色一变 说道 军师 你那里说梦话吗 前日某家要拿他两个小族来当福利 你说 若能拿到他的人来 就已抢了牛头山了 这两个小族尚不能拿 今日怎么说出这等大话来 岂不是做梦 哈密知道 凡事不可执意而论 若要上山去拿小族 时事烦难 要拿越南蛮 臣 却有一计 任那越南蛮有通天的本事 生死 聚在无手中 乌竹王问道 军师 有何奇迹拿得住越南蛮 哈密赤不慌不忙 伸两个指头 说出这个计了 有份叫 少年英俊 出现出 蒸容头角 几千藩族 似群羊 入虎口中 正是 茅庐已定三分顶 驻汉仙师 六出奇 出现出 禁言三分顶 征言三分顶 一分顶 出现出 禁言三分顶 汉仙 辞计 辞计